現在整個包含到數位終結法 已經開始慢慢的包含到整個媒體上或者是地方上 逐漸在一言堂的狀態下 其實台灣民眾黨他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就說了 我們並不是要去 消滅哪一個政黨 我們是要讓整個台灣的民眾有另外一個聲音的選擇 所以如果今天在第一次因為民眾黨今年是第一次參選 這個地方選舉 如果就能夠拿下打下一塊江山 那對民眾黨來講一定也是非常的有意義 那你自己怎麼看 因為這次你們提名的是桃園 宜蘭跟這個新竹 那台北等於是跟黃珊珊 黃珊珊用五黨籍的身份 那等於是合作 假設這四大塊 如果你們能夠拿到一席以上 你們自己怎麼看民眾黨未來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民眾黨他現在其實就是一個三年的政黨 你要怎麼樣去跟一個百年大黨 跟台灣本土30年的大黨比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是 小屋間大屋啦 還是有很多努力的地方要去拼搏 那比如說像這一次其實我們的提名是 非常的穩步的 我們也不會冒進 對 因為其實對於民眾黨來說 他就是在慢慢茁壯當中 包含到剛剛有提到了 我們的所有的地方組織 絕對是不可能跟藍綠去相比的 那但是我們能夠去傳遞的 其實就是一個信念 跟一個平衡的價值 因為現在 整個包含到數位中結法 已經開始慢慢的 包含到 整個媒體上 或者是地方上 逐漸在一言堂的狀態下 其實台灣民眾黨他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就說了 我們並不是要去 消滅哪一個政黨 我們是要讓整個台灣的民眾 有另外一個聲音的選擇 所以其實在這邊 在台灣民眾黨 2022這次的選戰 其實真的是我們第一次的肉搏戰 因為其實在2020那次 算是一個政黨票 等於說是政黨意志的體現 那這一次真的就是包含到了 我們候選人的個人 其實這一次你可以看 我們民眾黨提出來的 包含到我們台北市的巴西 其實真的都算是 我自己也 有點不好意思說 我們算是蠻優質的候選人 可以讓大家去看到 藍綠各個政黨以外 大家可以聽到了一個 可以平衡 而且是有監督能力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很多人都會說我們是4%黨 那為什麼大家要 一直極力的來攻民眾黨 或者是攻科文哲 因為現有的政治板塊 即將要有變動了 甚至是慢慢的在變動了 其他政黨他們 原有分配好的資源 開始會緊張啦 多了一個政黨來了 該怎麼辦 那但是 其實我們想要跟台灣民眾 不管是台灣人民 或是台灣民眾黨黨員們 要讓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給台灣民眾黨 提出來的候選人一個機會 因為至少他可以在 不管是議會 立院或是地方政府 他有一個平衡的聲音 不會再像現在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數位中介法 為什麼在立法院 他有機會闖關 就是因為他現在是整個全面執政的狀態 他沒有其他的聲音 他沒有另外的監督的力道 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 而且是 整個台灣民主進程 一個很大的瑕疵 所以會希望大家讓 不管是不是台灣民眾黨 其他的政黨 請都給他們機會 台灣如果越來越多的政黨 來去制衡 不要再是一言堂的狀態 台灣才有可能朝向民主下一步 在內地下 對 他需要各地的政策 其他人 在那邊的舊 那邊的舊 我們要來講 好好的 我們要來講 把那邊的舊 我們要來講 我們要來講